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问新年共天是什么意思 知不知什么是共天 这个世界是无量的 不只是住在娑婆世界 是无量的世界 但也要有一个单位 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佛经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就住在一个小千世界 有些人说这是老千的世界 也对 老千的世界也对 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住在一个小千世界 小千大千世界有一日一月 这世界是分为三层的 有欲界 色界 和无色界 我们现在的人 就住在欲界里面 有些比我们高级的生存的人类高级 那些叫做天人 是住在色界的 还有更高级的我们 是住在无色界的 我们是最低级的 就是住在欲界 为何我们住在欲界 因为我们在这个界里面 是有情欲的 基本上 简单来说 情欲无尽那么多 简单来说也说不了那么多 财 色 名 色 碎 你贪财 贪 色 不只是说你 我们住在欲界的人 有一个特征 贪财 贪色 贪名 贪利 财色 名 色 碎 还是贪睡 为何贪睡 贪睡不只是睡觉 这么简单 贪好日 不想那么努力 要享受 财色 名 色 碎 这里有没有人完全没有财色 名 色 碎 贪求的举手 这里的人 有些财色 名 色 碎 玉 念举手 你很坦白 有些人不举手是代表什么 不知 多度也不知怎样说 我们住在欲界 欲界 欲界 除了人类外 还有其他众生 还有畜生 animals 还有地狱里苦难的众生 还有鬼 即是有六度的轮回 当它五度 不要说那么复杂 天 人 地 狱 饿 鬼 畜生 这五度 这五度 人去世之后 随着他所做的善和恶 投生在这五度里面 自食其果 贪亲 私 杀 道 人 妄强 自己的业力就牵引你到地狱 不是神罚你 如果神会罚你 便不是神 因为神是很慈悲的 你还相信有主宰叫神会罚你吗 袁罗王也是受职 即是职位 袁罗王也是职位 这些还要很详细解释 这个欲界里面 我们不断轮回 欲界有情 最主要欲界有情欲 没有情欲 你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但这个世界再高深一层有 那些人类高深是天人 天人是怎样呢 在那是色界 色界是什麽呢 没有了欲 只是有物质的存在 他们的寿命是以千千万万年计 他们没有人类那么辛苦 人类怎样辛苦呢 要打工才有得吃 十二元一个小时 十三元一个小时 或是要拼搏 做生意还会失败 真的要耕耘才有收获 是很辛苦的 在这裏做人是很辛苦的 但天上的人不是 天上的人 有一件事 他未必依靠我们所吃的食物 不像是organic也好 inorganic也好 他有自然的 有些高级的 他不需要吃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吃的东西是粗的东西 吃了还要拿出来 叫做排泄 排泄出来的就是臭气 分天 天人有一个很特征 他的地方是不需要排泄 排泄是一种污蔑 有情欲的人就要排泄 越有情欲 动物就越低下 人类叫做知书 аб世 有孔子裏面的 孝弟忠信 离而廉止 所以有伦理观念会好些 有些动物是没有伦理观念的 淫欲越强的人就越蠢 这些是有根据的 因为佛经中有根据 淫欲越轻的人就越趋向清静聪明 所以说多一点点 如果你是孕妇的时候 你很留意 你想不想生一个很聪明的宝宝 在十个月内千万不要沾任何淫欲 令嬷很清静 这嬷生出来的宝宝会聪明 当我读书时 有些同学 我读大学时 连中学也是 我看见这些同学有些读书这么聪明 年年考第一 后来我便追寻 就认识了一些就认识了他家的人 他们家通常都很清静 越淫欲强的那些 这是另外讲的 所以我的题材这么多 我都不知怎样 不要讲共天算 越讲越远 不知讲些什麽 天上的共 这个欲界都有欲天 都有一类的天人 那类的天人 都有淫欲 但淫欲的情况不同 这里是Body contact 即是叫淫欲 即是要身体的接触 高层的淫欲是不同的 一笑为淫 你和我笑一笑 我和你笑一笑 淫欲就已经存了 所以不要跟别人傻笑 不是很危险 或者 有一天是怎样 都离天是怎样 眼对眼 大家看一看 淫欲已经传达 所以千万不要眉来眼去 已经有淫欲存在 即是淫欲的那些 正是六欲天之后 六天 这天仍然有淫欲 但淫欲已经轻 不需要身体的接触 有些握手为淫 有些护笑为淫 有些伤视为淫 有些去到最高的 就是脑波的传递 脑波frequency brainwaves frequency 所以那些是越清静 再来无色戒天 如是者 简单来说有28天 我们这个世界 是由大凡天控制 如果我们第一个level的supervisor 即控制我们的supervisor 就是帝色天 就是欲皇大帝 决定我们的命运 所以说 想佛分明 欲皇大帝 这就是帝色天 但仲管欲皇大帝的天 也有 叫大凡天 如是者 一天 就管一天 我们已经很低级 帝色天管我们 还有大凡天 都利天 等等 去到凡富天 等等 有28层天 我们人类 很聪明 因为天管我们 久不久都要送礼 你的上司 想不想统得好 我们的俗话 我们的广东人 是这样 你懂不懂拎努世界 你懂拎努世界 你便要 托下上司 他管我们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 到时 一年开始的时候 就供天 买很多好好的礼物 供给凡天 希望凡天照着我们 那年便顺水 那年便如意 那年便逢风化吉 所以 供天很重要 你一尾求 即是说 你有个上司 上司你认识我职 你认识我职 上司说 好 素你都多余 不是 你去上司 拿一包这样的东西 上司 小小的 不成敬意 他会记得你 你会尊敬他 你不是只不口说 即是说 要有所行动 要捐献 如在mother's day 妈妈很爱你 心爱有何用 你会表示 买了花 请他吃饭 很重要 有些人说 我很爱我妈妈 但我跟他妈妈说 我不觉得 臭小子 很不孝顺 他也没有表示 所以在mother's day 要有所表示 买花 请吃饭 说好说话 共天就是这样 共天就是我们的上司 他看着我们的生死 看着我们的荣 荣 看着我们将来 顺不顺意 都是天决定我们 大凡天 还有一天 就管一天 即是 天天你都共 每一层天你都共 你不想发达 也挺难 天天都共 但是共天的时候 是要讲你的 诚意 共天这件事 就是世俗的事情 即是做世俗的事 共天上的天人 而天上的天人确实是 我们是很应该共天的 为什麽 怎可以成为天上的天人 为什麽有些人 去世之后 他投胎 他不是投胎做回人 他做天人 比我们好很多倍 为什麽他们会做天人 因为他在生时收十善业 我们没有收十善 什麽是十善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 人不妄语 不两舌 不矣 不恶 不恶 不贪 不亲 不痴 即是他行尽 世间的善事 这个世间 已经不够他享受 他去到天上享受 那些叫天人 天人是修回来的 他是修福 修福修得多的人 做善事做很多人 就会生天 所以一个人去世之后 不是一定要经过49日 不是经过49日的 Badu stage 叫做中音生 这些又说来说来说来 越说越多 一个人去世之后 他去哪里 他有49日的时间 就等候 这些叫袁罗皇的审判 其实有49日的时间 有些仍是认为在人间 在家之中 但是有两种人 不需要49日的时间 直接就投胎 哪两种人 一种 大恶的人 一去世马上落地狱 没得审判 不用想做鬼 或者做畜 或者做人 是杀到淫妄造尽的 那些大恶人 不经过49日 直接落地狱 另外一种人 大善的人 他做很多善事 他将自己和身家 捐献出来 布施一切 他为人是一个大善人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欲身菩萨 就是说做行善事 这些罪人 一去世直接生天 上天堂 不经过审判 可以这样 我们这些普通人 经过49日 看看他的业力如何生 所以共天是怎样 对于天人的得行 我们真的很欣赏 我们要学习他 他又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淫 不贪不亲不痴 他做这麽多善事 我们很尊敬善事的人 我们见言而施齐 向他学习 人很重要见言施齐 见到言能的人 我们希望跟他看齐 跟他学习 见不言而内自省 见到那些不好的人 我自己要反省 我不要学 见到那些天人 这麽好 见到那麽便学 学他做善事 其中一个是 学天人做善事 还有供奉天人 希望天人能够 护持我们 就是这样 这是共天 简单来说 就是共天 共天有很多意义 二十四层天有很多意义 共天是很有效应 所以我们就来共天 非要参加 不过很有效应 尤其是当你很诚心 共天 年头 求天 庇护 又共天 年尾还要还臣 俗话叫做还臣 其实 天一年以来 对于我们这麽照顾 我们就是 囚天 即是这样照顾我们 所以年头年尾有两次共天 大家明白吗 至于共天 太多里面的哲理 一时 未必说得全 给大家 天 祝福 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